好 那就 会议和我说完这条 首先做这类题目 就是它 5 second time interval 你怕它一只监狼 不是给5 second time interval 就是这条题目 外疏也有一个时间区域 这条题目呢 这条题目呢 究竟是否每次都在5秒钟间间它呢 好像又没有怎么提 好了 那么大了 弄个什么FSTi 一会儿应该全部都是FSTi 应该不会弄个10秒钟给你玩 是啊 大了 是啊 大了 所以FST 那你会儿应该怎么办 8 second time interval 很多有简舍 我真的吹了它 给它吹了 没什么啊 是啊 好了 跟着 那么 汽车做梦 便分4点出的 跟着 速度呢 就跟着normal distribution走 好 那么小心点再一次了 上行那套了 看normal distribution 不要再看number 最不紧要就是看number 之前给你这份字 当然了 好像今次那样 给个standard deviation给你 那就最正常了 但你小心点 有些题目不是给standard deviation给你的 那我说过了 给什么给你的 variance 你自己开放 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多的 这条强图你 看上去 都要是人性 正常 好了 最后 speed定的定义 speed定代表 x大过50 当然了 我还没lap random variable 不过normal distribution 我多数留下x给他 那怀疏多数就大家n 开始 number 那时间 我不会给你时间 你慢慢做了 反而 我会很快讲一下 这段头部的流程 A part 啊 sorry lap my phantom variable 先 那我会直接拆下去 D part 讲 讲怎么计的了 lap my phantom variable 但是容许我 好 没问题 小个6格 有牌加的 我说真的 那你记得是用0加到6格 0 1 2 3 4 5 即是e的负4.7 跟着就 0 呃 糟了 1 1 4.7 1 4.7 2 2 那 有牌加 那 但是 答我不多 说了 我说了 算式我再说一次 理论上 你要跟我大致上是这样的速度 一开始 看说 我就写一团色的黑眼 写出来 我都不写得对 应该 你有问过 应该得到的问题 我没有写到东西 我没有玩意 但我不多说了 3分很容易拿去 卡比 Speeding 那个我说过了 你要算的就是 x 大过50 x 大过50 就是p 然后z z 大过 这些东西 跟着我不多说 你自己算下去 真的 50 减42.8 除了12 那你见到 其实这题目都很standard 一开始 又是减外双方 一开始是送给你的 什么花生都不加下去 好了 什么时候加完加醋 就起码不做私发 私发 那 第六格 Enterning to run about is the first beating power 好了 开始加完加醋 那 聪明的同学就知道 这个还不是玩 自用metric distribution 那 第六格车子 是第一格超速 即是头五格没有超速 头五格没有超速 跟着第六格至超速 那玩的就是 自用metric distribution 所以我告诉你很容易计的 你part D答我没有计错 那part C一定会计的 好了 part D了 好 好了 又弹多一次 the rubber is hasper 好了 高门船 最好自用 原来说 at least four cars enter the run about 好 接着还有超过两格车的speed 这就说很危险 不是致命的危险 不是housers 不是致命吗 丁阳就是致命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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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超速 好了 那 当然了 你又不用理会 什么意思 帮我看看 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Except the forecast Strength Enterning to run Certain Fsdi if 算不算是conditional property呢 算不算是conditional property呢 d 这个if 那你计为d if given 一个if 一个given 很有分别 if应该不算given 应该算了吧 你计为d 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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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認識我為何做某類型的題目 就算有if這個字 都是在玩cordicinal property 我講過了 你分不分cordicinal property呢 那不要純粹用given這個字去分 上文講過了 我說給mv1 都是cordicinal property 不過cordicinal property 我可以有兩款 一款就要做除數的 一款是不用做的 最大分別是甚麼 順序不賭罪而已 所以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 更加高階的話 你不會給given或者if這些字難到你的 是順序計還是反過來計呢 那我講過了 有時候d是順序發生的 例如像d1有四架車入了回船處 接著看看構景 是否有兩架車超速呢 d1是順序計的這個機會 但是d2呢 d2 d2都好像是順序計的 對不對 d2 小過六架車入了回船處 接著就告訴你 哦 我要計過 那一架是危險的 好像一樣的 marking要除 要扭了 我都說了 你看marking就死了 好 好 所以這一部份特地抽出來 我原來就是之前 我記得三年前 這些同學都是計到這一部份 都是計到他 有的 你不明白他想玩些甚麼 當然你不能交換他 那時候那些同學就亂撞了 好 好 時間關係 我開了marking給你看 接著跟你說去怎麼計 還有如果我給我的話 我會怎樣解決這條題目 嘩 又是這樣 喂 好差喔 等等 等等 2006這一份是比較趨脹的 等等 05也是嗎 不是呀 你看到眼都慘 我 有時間我upload個 帥哥的版本 其實你買一本 學有社的solution 已經理論上就齊了 很帥 我也有本 什麼 這個是前的問題 買的 那我放一本去班房 你不是我嗎 你不是我嗎 你不是我所說的 嘩 靠打到手機 等下 嘗嘗 嘩 即是開到眼殘 嘩即是看不到 我 conect數100 真是 那真是 可惡我 真的 マーキング全部都跳舞爪 マーキング都跳舞爪 跟我說 マーキング不會是客人的 好了 看到人的打播聲好了 好了 但我抄回一些機會率先了 0.6684 唉 我抄底先 B part 0.5743 C part 0.0212 我先抄下這筆法 然後按 自己按一下給你看 好 D part D1 好 再一次 最關鍵就是你會怎樣計法呢 你會選擇 我要四輛車 然後再承認 四輛車入面 如果迴旋處被人定義是危險 要超過兩輛車超速 超過兩輛車超速 理論上有兩個case 超過兩輛車超速的話 理論上就是這樣 有三輛車超速 一輛車沒有超 哎呀 中括好都可得很頑 再加 要加 四輛車都超了速 超速就是x大概50 啊 啊 理論上很多同學會選擇這樣計的 啊 你有四輛車先啦 跟著啦 其中三輛車超速 一輛沒有超 跟著啦 或者四輛車超速 那啊 都是我一句啦 那我見不少同學是這樣的計法的 但是 深水清的同學 如果你查到marking的話 你會發覺這條色是 這條色錯不錯呢 錯不錯呢 這條色 好合理喔 四輛車進去彎彎 接著 我就其中三輛車超速 一輛五輛 再加四輛車超速 那就至少兩輛車超速 答案是否這樣 好像又不是 答案是怎樣 不 我給你看 你也看了 答案 答案欠些什麼呢 答案 他直接拜多苗 蛤 啊 啊 答案直接拜多苗 當然 你看 不要marking 我跟你說 marking 他沒有前面那塊東西 再說多次 這個已經是conditional property 是否有這個條件來的 是有 given that的意思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你不要看見那個if 下面是given 哦 下面given就是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上面 不是,那我告诉你已经死了了 就算是结这个字 我连当他 都是在玩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不用做循数 缘缘 他送了耳术条件给你 你顺序下去就是 所以既然是已经发生的 耳术条件的话 所以第一,你不需要 你也要塞这东西下去 但是当然了,接着要讲 D,为什么刚才你拆下了 除数 D,为什么要说 你不用 D,现在说一下 D,还一把 Given that Vlogic 6 car and 7 Fsdi 即是,已经知道 我们如果用回 刚才的方法去想的话 已经知道 6架车 Y小过6 接着再乘回 但你发觉乘不到下去的 Part 2 如果用Part 1的想法的话 下次要分case 是不是呢 为什么D E要做除数D 不用呢 其实我很容易解释到 不需要 但你心想听 顺序计算 是否计算 D 顺序计算 我便要求 顺序计算 不计算 倒下去 跟D 一样 D Y等于4 顺序计算 D 你行不行 行 Y小过6 你不可能 Y小过6 原因 我们要拆case 应该是这样拆 Y等于4 我怎么知道有多少架车 但是如果 回旋柱危险的话 你至少 至低限度有多少架车 至低限度有多少架车 你先开始计算 More than two cars are speeding 但是他说 至低限度要有四架车 入了回旋柱 要不然我们不计算 就是你有三架车 入了回旋柱 三架车超速 他都不计算 所以Y等于4 开始 Y等于4 跟着这一批东西 好 这一批东西有照给了 我都很懒 什么不要 哦 我写咯 公平起见 我就写咯 好了 那当然 我就写咯 写咯 写完了 但是你还有两个case 要计算的 是不是 好了 还要加 加什么呢 当有五架车的时候 好了 那你五架车就大劲点了 你后面的NCR应该很烦的 三架车超速 起跳 当然了 你发觉case有很多的 三次方 跟着 我留了东西 这里写一下 为什么X小个等于50 哇 应该写点数 不过 哎 算了吧 用了这一样东西 哎 让我直接写点数 好 不过已经输了 好了 再加5C4了 哇 没位置写了 好了 再加5C4 跟着 P X 大过50的4次方 呃 P X 小过50 1次方 再加5架车都超了速 那不就 哇 等于六 跳楼 好 我明白哦 fewer than six car 哦 哦 即5 即是算完了 D case 哇 如果Y可以等于6的话 跳楼都像 跳楼 好 好 好 看不看得明白 理论上 D2我们可以这样算的 分两个case 4架车 5架车 分别来不同的case 但是我做了一次这条式 你会错的 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错不完 但是你记得 和D1一样的concept 就是我这个是 二支条件来的 Y4 Y5 5 是二支条件来的 我没有理由是 走去乘它 那当然了 我没有理由走去乘它 我会就这样cancel它 好像D1那样 又不行 原因 你和这两个case 反正的机会都不一样的 你直接加上它 又会错的 所以D1和D1 最大分别就是这样 你D1 你不可能直接拆到Y4 和Y4 后面那两个 东西 发生机会 看前面那些东西 当然你D1 就选择了D1 你只有一块东西 你也不用理 D1你确定不行 你拆到前面那两个东西 你就错了 所以 前面那两个东西 要做什么 要调到除数 你要脱走这两个东西 但怎么脱法呢 怎么脱法呢 很简单 分子 就真的是这一块东西 分子 分母 好 你除了 这两个东西 加上 根据我们 Conditional Propriety 的定义 那你继续分子之后 很难又要脱回 这一块东西 就对了 所以他就要用除数 其实D1和D2 都是在玩条件确定的 什么 我错了 我也不知道我错了 千千千 这一块东西 都是那句 你有时间慢慢计的话 都可以做的 没有时间你死定的 就在这个旁边 再一次 不过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D1和D2 都是在玩条件确定的 他都是顺序计的 没有反过头计 他没有反过头计 他没有反过头 告诉你回书处很危险 问你 至少有五辆车 或者六辆车 警告机率 他没有反过头计 但是受着顺序计 有时候 D1和D2 都要做除数 所以再一次 调查一下 你自己做就知道 有时候的确考得很复杂 Marking Skin 我不想搜出来 那些字 看着眼火白 不是的 看着眼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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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两个案子 他都是写的 我说这样写的 最真实的 是 无端端的 分子开两个案子 你不如 拿个大口 用脱口算错 那你见到分子有两个案子 就说你不如两个案子 不如投诉他 分寸 不要啊 不要投诉 分寸就是 计算过 你应该 不知挖的3 5挖的4 计算过 最后除完之后 0.052 有alternative method 好像是 有没有呢 没有啊 没有就算了 或计算了 0.052 0.052 我的数字 算不算了 0.052 我都不知道 咦 但是很随致 0.0 0.052 sorry 有没有 说错 那这条题目 我都要讲一句 没时间 然后进行浪玩仔 你有兴趣 回家自己慢慢去 这条是比较难搞的 所以为什么 我特意抽签人说的 你做到哪些题目 你发现很难搞的话 你可以在下行前面问我 尤其是你看完marketing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总有很多的题目 最后一部分 你看完marketing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始终marketing 没有绑解 我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唯一存在的价值 我唯一存在的价值 就是 你看完这条题目 你不懂做 看着解答案 你又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在这一刻 觉得自己很有用 去吧 不是 你弄完这条题目 你弄完这条题目 你不懂得做 看着解答案 那我就在这一刻 觉得自己很有用 你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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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到最后考试就是 嘶 中谷给各位 嘶 你弄完这条题目 你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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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弄完 你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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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